所以在這個地方如果有機會讓更多的觀光客 接觸到金門本地有特色商品 或者是台灣其他地方有特色商品的話 我覺得對觀光市場也是一種活絡 那對台灣文化也是一種推展 其實很認真地採集了很多金門古厝的畫磚 那這個畫磚的圖案在運用在很多現在的設計上面 像這個就是杯墊 那這個就是筆記 兩個精大的學生呢 他們自己用他們的筆觸去描繪出他們心目中的金門 很多朋友收到也非常的有感覺 而台北非常有名的大稻城的印花樂 一個非常喜歡的這個商品 這個鳳梨酥是台灣現在唯一一家做到這個上市 是年輕的創業者 讓一年台灣四季盛產的水果 透過果斑的方式在任的時候都可以吃到 十種它就叫十一個適合漫步的城市 不管他去不去過台灣這些景點 他們就可以透過咖啡的味道去感受那個城市 這個的話這個是台灣算老字號的手工皂 就是三峽的茶山坊 手工皂應該是要讓大家能夠嘗試 就是他才知道說手工皂的泡沫這個觀光客來說 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就是大目論我們說 到底這邊什麼地方好玩好吃好喝 那我們在這邊自己設計了兩個紀念錯章 這個牌坊下面有一句話叫 我在金門慢慢旅行 客人在剛剛幾片的時候最多